吉隆坡一名年轻妈妈和好友 联手虐待三岁的儿子 把对方关进猫笼 尽早在地庭认罪被判入狱三年 媒体早前报道 这名妈妈是因为要出门上班 所以把孩子关进猫笼 根据控撞20岁的母亲和35岁的朋友 今年2月10号在吉隆坡 把三岁六个月的孩子关进猫笼 抵触了2001年儿童法令31-1-A 监护人残忍虐待儿童条文 可以和刑事法典34条文同读 一旦罪成可被判罚款5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20年或两者监失 被告任罪后 法庭判处他们监禁三年 勒令首刑五年支付1万令吉保证金 外加一名担保员 直到被告在六个月内 完成24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这名妈妈也因为使用交代捆绑孩子 再被判刑三年 可是刑期同事执行 来该怎么办 任何二位 都超了 再需要 靠天 因何 准备 有 över